明年初的学测进入倒数阶段了 学校定期举办模拟考 让学生可以了解自己的学习程度 好不过来看看上个月底 师大副中高三学生参加了全国模拟考 但是考完学生拿到成绩却发现了 大多数人的英文作文成绩 所写的行数在除以二就是他的成绩 而这样的神秘规律让考生质疑 批改上是不是出了问题呢 校方表示现在已经要求厂商收回考卷重新评计 学测倒数学校举办模拟考 检视高三生准备状况 没想到现在师大副中却爆出 考生的英文作文成绩存在离奇的月卷规律 行数除以二就换算成成绩 写的文不对题但还是拿到分数的状况 好像有蛮夸张的 就是没有保障 就是改考卷很敷衍 其实我们老师前面就要有点说 就是外面的厂商会乱改 等于说月卷老师拿到考生的英文作文考卷 内容连看都没看 直接数行数就打成绩 举例来说这份考卷 考生总共写了16行除以二 就是考生最终成绩 而这回会被发现 是因为师大副中的学生在校内进行调查 发现总共有10个班级 300多名学生都出现类似离奇巧合 才惊觉厂商批阅考卷出现离谱披露 现在已经将考卷全数回收 而根据了解 此次全国摩提考是由汉林出版社主办 全台有100多所学校 超过9万名学生参加 而出版社也已经找到负责批阅师大副中考卷的老师 他总共批改1500份英文考卷 其中师大副中就占最多数 目前还要厘清究竟是哪个环节 出了问题 一月的管控没有很好 分数有疑虑的部分要求厂商就是全部收回去重新批阅 我们的四肢来源退休老师跟普希班老师 还有一些在业中的流浪教师 独立的事件 针对资大副中批改的这个状况 这个老师确实有改到其他学校 诡异的批卷规律被考生抓包 英文作文他们是在写心酸的吗 解台北终合报道 解台北终合报道